歡迎收看屈機TV 我是你的屈機主播周杰盈 新幾年是苦年 先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 祝大家身體超健康 時事盡信心做甚麼到屈機 正當全球華人都在慶祝2011年 農曆新年 但回頭看這一年 阿富汗經歷了太多出乎意料 春天中亞經貿合談會順利舉辦 夏季美國人倉皇撤兵 秋天阿富汗伊斯蘭又掌國重獲政權 而對阿富汗人來說 他們在經歷一個近20年來 第一個沒有戰爭的冬天 不過事實上 這個冬天似乎更加寒冷更加難捱 其中有一位克拉特難民營的媽媽 為了家人可以捱過嚴寒 她賣了自己的幼身和兩個女兒 這是人間悲劇 在阿富汗民眾正是經歷的最嚴重人道危機的寫照 自美軍闖速地撤出之後 阿富汗的經濟形勢就像自由落體般不斷惡化 很多人賴以維生的人道援助都沒有了 95%的家庭沒有食物 沒有衣服穿 百多萬兒童營養不良 2300萬人口嚴重饑荒 按照這個趨勢 去到今年年中 97%的阿富汗人口將會陷入貧困 每一天2美元的生活支付都承擔不起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將軍 26日在安理會審議阿富汗問題會議上發言時 再次敦促立即取消 對阿富汗的資產凍結和單邊制裁 她強調 國際社會需要幫助阿富汗去緩解人道危機 穩定經濟作為當前最重要最緊急的優先使漢 而就在1月30日 中國駐阿富汗大使王愚 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 裝載著中國人道主義援助物資的火車 正在中國新疆出發駛向阿富汗 這些物資包括大約500噸的小物 糖、適用油和馬鈴薯加工機器 而下個月初 另一輛也載有小物等援助物資的火車 也將會開始它的旅程 王愚表示 中方會全力幫助阿富汗人民 而在另一邊 英國首相約翰遜最近就醜聞前身 除了派對門事件外 有告密者透露 阿富汗首都赫布爾被塔利班入主期間 約翰遜曾經批准安排動物優先撤出當地的行動 今天結盈就帶大家最次去阿富汗了解當地人民的情況 在節目開始之前記得訂閱VGTV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2021年是阿富汗空前變局的一年 8月15日 阿富汗塔利班重新佔領首都赫布爾 8月30日 最後一架美軍運輸機撤離 美國這樣結束了 持續20年對阿富汗的軍事干預 現在阿富汗仍然結束多年戰亂和動盪 推動阿富汗問題全面解決的歷史性機遇 但同時他們又受到美國的強加制裁 凍結銀行資產等等的影響 阿富汗的人道主義危機持續醞釀 就連美國的紐約時報都在節目中指出 美國以經濟來制裁塔利班 但遭殃的就是阿富汗的民眾 在過去的20年 美國一直都是阿富汗問題的主角 最多那時有10萬美軍住在阿富汗 美國政府反覆表態 說在阿富汗投入總共超過2萬億美元 但美國對阿富汗援助資金 絕大部分通過美國的承包商等等的渠道 回流回到美國 海量的資金以承包商利潤等等的方式流失了 實際上 落到阿富汗 用在阿富汗民眾的資金是非常有限 同時美國援助資金絕大部分 劃去做一個安全援助資金 用來建立和維持龐大的阿富汗政府軍 用來與塔利班作戰 投入民事重建的資金也很少 而且基本上是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從來都沒有認真考慮過 和謀劃培養阿富汗經濟的 內心動力和自我循環機制 美國等國家整體上敵視新生的 塔利班臨時政府 而部分塔利班領導人 依然在美國財政部 和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名單上 這樣美國就可以繼續對他們實施制裁了 而現在美國聯合其他部分的西方盟友 以所謂的臨時政府不夠包容等等的理由 去阻撓國際社會承認新生的臨時政府 當然臨時政府仍然有值得改進的地方 但美國徹底無視塔利班的積極作為 顯然是一些建設性的作用都沒有 在這時候 印度就開始為爭奪中亞影響力鋪路了 據美聯社報道 印度一名官員透露 印度和中亞五國決定成立一個聯合工作組 負責有關援助阿富汗解決人道主義危機 和承認塔利班政權的問題 印度總理莫迪在1月27日 主持了和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土富曼和烏茲別克領導人的視像峰會 印度和中亞五國在峰會之後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裡面說到 關於阿富汗問題已經達成廣泛地區共識 包括組建一個真正的代爾制包容政府 打擊恐怖主義和販毒 報道說 印度正在和中國爭奪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力 其實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在1月25日 才與中亞五國領導人舉行完視像峰會 而最近英國BBC報導 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公開一封 來自外交國務大臣高市民辦公室官員 發給另一位同部門官員的電郵 披露在去年8月的時候 一個由前海軍陸戰隊經營的慈善組織Nelsat 得到手上批准 他們的員工和動物優先撤出阿富汗 Nelsat的創辦人發生擁有150隻動物 亦獲得支持者透過捐款安排飛機離開 而組織的員工反而就一度滯留在當地 而這篇報道也提到一件事 發生的一個朋友說 對方曾經和約翰遜的太太聯絡 要求約翰遜和房商華麗士討論確保 發生和他的動物可以優先撤離 雖然約翰遜和華麗士都否認了這件事 不過這件事已經在英國揭起了一場風波 同時中國上諸聯合國代表將軍指出 將阿富汗人道問題政治化 是他們人道主義危機還未改觀的根本原因 安理會上年12月通過第2615號決議 聲明對阿富汗提供人道援助 不違反安理會制裁措施 澄清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法律障礙 所以關鍵問題就不是法律障礙 而是政治障礙 是因為有人將人道援助 當成一個談判籌碼 當成一個政治工具 作為討價還價的條件 根本就是將急需舊助的3800萬 阿富汗人的生命福祉 當成遊戲玩 在道德上必然不能接受 而在戰略上也是非常短時和危險 中方再次敦促 立即取消對阿富汗的資產凍結和單邊制裁 而在目前的形勢 對阿富汗單邊制裁的後果 凍結的不僅是阿富汗的金融資產 還凍結了阿富汗人民生存下去的希望 由於單邊強制措施 不僅有90多億美元的 阿富汗海外資產被凍結 阿富汗的國際融資渠道也嚴重受阻 導致經濟缺乏流動性 抑制了阿富汗靠自身恢復經濟發展的潛力 令阿富汗經濟恢復不了正常運作 作為阿富汗民眾 和國際人道救援機構面臨的根本性挑戰 單邊制裁的殺傷力 不會小得過軍事剛折 民眾一樣都會挨握 一樣都會沒命 將軍呼籲 國際社會要增強緊迫感 將加大幫助阿富汗緩解人道危機 穩定經濟作為當前最重要 最緊急的優先事項 而造成阿富汗當前困局的國家 更加要拼起他們的政治化做法 足緊時間去採取行動 承擔主要責任 如果任由阿富汗人道和經濟局勢 持續惡化 唯一可以在裡面獲益的就是 伊斯蘭國 基利組織和東伊運等等的恐怖分子 只會違背了國際社會 防止阿富汗再到成為恐怖主義 聚集地的共同目標 國際社會對未來阿富汗的期待 整體上都是一致的 我們都希望阿富汗堅持廣泛包容的政治取向 實施溫和穩健的內外政策 設實保護少數族裔 婦女兒童權益 堅決打擊恐怖主義發展 無論友好合作 中方在這方面的立場也非常明確 一直都積極地開展工作 國際社會要以理性、無實的態度 和阿富汗臨時政府加大接觸 增加互相之間的信任 私家正面影響 國際機構估計 在阿富汗大約有2300萬人 即是超過全國的一半人口 正面臨著嚴重的飢餓 還有差不多900萬人在飢餓的邊緣 大家都變賣自己的財產去買食物 焚燒自己的家具去取暖 甚至賣了自己的小朋友 以上這些都不是冷冰冰的數字 而是一件件的真實股市 40歲的薩利哈 是阿富汗西部克拉特的一個房屋清潔工 每日賺到70美分 為了養活家人 他欠了一筆難以償還的巨額債務 這筆債務金額是550美元 即港幣大約4300元 最後薩利哈的債主提出 如果他願意將自己的三歲女給他們 那之前的債務就一筆勾銷 薩利哈還說 就連今晚吃什麼我都不知道 而他的老公就說 我們會想辦法籌錢來救我們的女兒 其實類似薩利哈一家的處境悲劇 是數不勝數 根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數據 目前已經有95%的阿富汗人沒有飽飯吃 機構警告地說 民眾正被推向生死存亡的邊緣 挪威外交大臣維德霍伊特表示 目前阿富汗國內3900萬人正面臨經濟崩潰 新冠疫情和悍災等問題的威脅 如果援助不可以及時送到 100萬阿富汗兒童可能會死於飢餓 今年阿富汗全國97%的人口可能會處於貧困 據央視新聞1月26日報道 亞洲開發銀行宣布將向阿富汗提供4.05億美元的資金 用來支持糧食安全 維持阿富汗人民的健康和教育 阿富汗將會直接向阿富汗設有辦事處的 4個聯合國機構提供這筆錢 阿富汗表示這個是為了應對 阿富汗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危機 而提供的援助的一部分 雖然面臨著不被國際承認 和人道主義危機等等的困難 但是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權已成現實 但是人道主義不應該也不能被政治所左右 阿富汗需要世界伸出援手 這亦是幫助阿富汗人民到過眼下 嚴冬的最快途徑 而在阿富汗人道危機方面 中國就積極伸出援手 承擔大國責任 由去年9月 中國向阿富汗捐助2億元的糧食和醫療物資 10月6日向阿富汗提供3,000萬元的糧食援助 10月21日中國紅十字會向阿富汗移交 價值1,000萬元的糧食物資 而就在1月30日 中國再次運送500噸的小麥、糖、色胸油和馬鈴薯加工器具 由新疆出發駛向阿富汗 同時 1月29日 阿富汗臨時政府難民事務部 向赫布爾、坎大赫、赫爾曼德、古爾和法拉五個省 發放了總共大約600噸的中國糧食援助 阿富汗臨時政府難民事務部官員 阿薩爾漢向中國政府表示感謝 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說 美國作為阿富汗引渡危機的罪灰禍首 不應該在傷口上面灑鹽 而是需要深刻的反省和承擔起國際責任 盡快解凍阿富汗的海外資產 以及以實際行動去彌補對阿富汗人物帶來的傷害 最後我希望在苦年 阿富汗的人民可以吃得飽、穿得暖、世界再無戰亂 我是你的屈肌主播周杰盈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肌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które我們員會留言 請坐 先坐 來 我們下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